嘿 你们好吗 我是Coco李文 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感到 近日 有博主使用AI技术 复活李文 乔任良等明星 视频中 以示明星向粉丝问好 神态和声音都与本人十分接近 是科技效散还是消费逝者 相关内容引发关注 也让其背后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风险成为热议话题 对此 律师表示 逝者的肖像权依然受到法律保护 未经家属同意 随意使用AI复活使者 并在互联网传播涉及侵权 民法典中关于肖像权和名誉权 隐私权和著作权的规定 以及著作权法 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都对此行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 并且根据2023年1月10日实施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第14条 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和科技支持者 提供人脸 人声等生物识别信息编辑功能的 应当提示深度合成服务使用者 依法告知被编辑的个人 并取得其单独的统一 如果网友在使用AI技术 生成死者人像后 通过视频等形式 使得被复活的死者 表述违背死者意愿的语句 甚至是虚假的谣言等 还可能侵犯死者的名誉权益 隐私权益 该类视频发布后 遭到了多位逝者家属的反对和抵制 律师表示 对逝者肖像的保护 实际上也是保护逝者近亲属 对逝者肖像怀念追思的精神利益 面对侵权行为 家属可通过法律手段 追究制作者和传播者的责任 相关亲属 可以根据民法典第994条提起诉讼 维护合法权益 死者的肖像等受到侵害的 其配偶 子女 父母 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视频内容不仅侵犯肖像权 还侵犯其他 例如隐私权 民意权等情况 同样也可以由近亲属主张维权 这包括要求行为人停止侵权行为 赔偿损失等 专家表示 随着AI生成技术的进步 其衍生出的法律风险逐渐显现 而现行法律和监管体系仍有完善空间 现在国家对此的规定 一个是深度合成服务管理规定 还有一个是生成人工智能的 管理的一个办法 后续对人工智能 一方面当然是鼓励它发展 但是它遵守的底线 是一定要明确的 比如说评估的标准 比如说通用人工智能的风险等级的划分 要分类分级进行管理 再比如说出来责任之后 到底是使用者还是技术开发者 还是技术提供者承担主体责任 法律要明确 谁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哪些通用人工智能 是可以应用到 现在就可以使用的 哪些是经过严格评估之后 才能投入商业使用 此外律师称 在AI技术广泛应用和内容生成 日益丰富的背景下 短视频平台也应承担起内容审核 版权保护等规管责任 短视频平台应当加强对上传内容的审核 确保其内容的合法健康 不侵犯他人的权益 这包括但不限于对AI生成内容进行审查 防止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名义权等 平台应当积极履行版权保护责任 对于未经授权 擅自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 平台应当采取删除封禁等措施 对用户的举报和投诉 平台应当及时处理回复 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